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了方便大家观看 绿续相互 绿续我们调为固体 颜色 接着我们列一键 登记 订阅设置 我们心里希望下期继续定义 要产生龙的特效 最重要的是在扩展规律设置中 进行过程设置 所以我们在分类中整体扩展 在滤镜中 整个我们想要设置的 这里我想讲解 第二 这个滤镜效果 第二滤镜效果 产生像被光飞一样的模糊效果 打开滤镜 选择在下拉菜单 对它进行滤镜的设置 ID 才所适合的货耳时 一般来说 当滤镜的固片时 取0 作为文字时 我们取1 所以我们把它成为1 direction 是模糊方向 以45度为单位改变 0为程度向上 75度是向右上 90度水平上右 435度向右下 依此依次改变 这里我们设置direction值为90 ins代表模糊移动值 单位为向度 我们设置为180 设置完成后 一般用 不定 现在我们在文榜编辑区域 请问文字形态单元符 在类中 我们选择我们刚刚先见的设置 好了 CSS样式表 利用实力之 制作模式稳定效果 我们就学完了 在只有HCML时代 只能实现简单的网络效果 有了CSS样式 网络排版发生了三天附近的变化 在GV8里 使用CSS样式是如此的简单 而制作出来项目 可以如此的炫耗 在我们制作的网络的过程中 在了统一风格 很多页面会用到相同的布局 纸片和文字元素 为了避免大量的存活劳动 可以使用GV8提供的模板功能 将具有相同面板结构的页面 作为模板 将相同元素 作为固项目 并存放在固中可以随时调用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创建模板 通过模板有三种方式 现在我们学习直接创建模板 通口 资源 打开资源的面板 我们会发现 到底第二个 很熟度 热窗 每个元素 按一下 画面 每个元素 二个元素 注入 改键 水 Isaiah Jac 我们即可在这上面 编辑我们想要的内容 这就是直接创建盘制作过程 如果我们想要将普通网页 定性的内容 所以首先打开一个 已经制作完成的网页 宣传网页中不需要的位置 保留几个网页中动物的西域 宣传网页中动物线 并行为宇宿版 宇宿保存 宇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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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宿发现 宇宿 这文件已经列入模板 同时将模板已经列入到了站点中 接着我们学习第三种设定模板方式 从文件菜单中芯片文杆 请留文件 新建命名 打开芯片文档最号号 然后在类别中请留文杆页 并选取相关的文杆类型 常规一轮 参与创建即可 现在我们已经创建好的模板 在文档中 建议可编辑区域 只有在可编辑区域 我们才可以编辑文版内容 可以将网络上任意选择的区域 设计为可编辑区域 但是最好是基于HML代码 这样在制作的时候更加辛苦 首先我们在文档分口中 选择需要可编辑区域的部分 比如我们选择这里 当中常用快速栏中的模板 按据 选择可编辑区域 分析确定 这是可编辑区域的名称 分析确定 这样我们会发现 左上角显示的蓝色字体 是我们从刚刚可编辑区域的名称 标签上是可编辑区域的名称 接下来如果我们希望 删除可编辑区域 我们只要光标 所在的区域的可编 选中可编辑区域 之后选择修改 图版 删除微软标记 我们就恢复了刚刚的样子 图版区域我们有一个深图 现在我们的文章就是不可以载动了 这样我们的文软文件就成了 图版中除了可以插入最常用的可编辑区域外 还可以插入一些其他类型的区域 分别为可选区域 重复区域 可编辑可选区域和重复表格 可选区域是模板中的区域 用户可以将其设计为 在基于模板的文件中显示或隐藏 当要在文件中显示的内容设置条件时 即可使用可选区域 重复区域时 可以根据需要在基于模板的页面中 复制任意次数的模板部分 重复区域通常用的角色 也可以使其他页面元素定义重复区域 所编辑可选区域 是可选区域的一种 可以设置显示或隐藏所选区域 并且可以编辑该区域中的内容 好了 本集内容我们已经讲完了 在下节课中 我们即将学到使用库 创建库 插入库 分改库 创建基于模板的页面 制作框架网站 好了 那我们继续用我们耐心审美价技术 达到我们网页制度的完美效果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